Dance and you can sharpen your knife off of me 流汗健身NBA球星LaBron James 除了一身健美肌肉 吸引人目光的 还有他头上这副耳机 连女神卡卡都亲自设计 知名的耳机大厂Beats 时尚造型主打重低音 音质超震撼 成了不少运动球星的爱好商品 就连大联盟强棒Manny来台 耳机也是不离声 但现在网路上却出现仿冒品 只要试价五分之一的价格 就能入手 不少买家以为捡到便宜下订单 买到才发现是山寨版 那价差的部分 嫌疑人他这个贩售的价格是 大概是真品一到两成的价格来卖出 Beats这个高阶耳机品牌 市售最高价格突破一万五千元 这座Beats耳机摆得满满满 全都是一名料性男子 从大陆进口的仿冒品 主打重低音的Beats 仿冒品音质就有明显差异 而街头处更是粗糙 连B的品牌商标 也跟真品差很大 只是正版耳机价格 三千九百元到上万元不等 嫌疑却只卖四百到一千四百元 等夸张价格 在网络贩售 正品的Beats耳机它的重低音的部分 大家听起来会觉得说很有重低音的感觉 可是在仿冒Beats耳机的部分 就是觉得跟一般的音乐没有多大的差别 光靠一组两千元仿冒耳机 料性男子至少卖出超过两千组 短短不到一年时间不法获利近百万元 订单接到手软 没想到音质太差 遭到民众举报落网 但所谓一分钱一分货 贪小便宜的结果 当然得不到预期品质 记得新北市综合报道